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宇 职业起见因替法轮功学员 农民和上访者群体辩护 成为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中 首批被捕的律师 律师执照在2020年被注销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王宇获释后 至今仍受到中共当局骚扰和监控 不过坚持以公民代理人身份 继续协助弱势群体 中国的这个法律和花瓶一样 看得很好看 但这些法 它并不是来限制一些权力部门 或者是有权势的人员的 仅仅是来限制不服从的人 我们这些律师呢 努力是在为自己争取一个生存 或者是一个工作的空间 但是感觉空间越来越狭小 让你感觉你无法呼吸 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中国的法治已经死亡了 在709大抓捕事件中 被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四年六个月的维权律师 王全璋 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 曾代理包括法轮功 土地维权等大量敏感案件 王全璋在2020年4月 返回家中与家人团聚 虽然律师执照被吊销 仍以自己的经验帮助受到中共迫害的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时间7月9号发布709镇压事件六周年声明 声明写道 今年7月9号 我们向2015年7月9号被中共当局不公正拘留 审讯和监禁的300多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致敬 这就是所谓的709镇压 六年后 中共政府继续对许志勇和丁家喜等许多最初被捕的人 进行审前拘留 中共当局取消了他们的律师资格 并拘留和起诉他们 其中包括李玉涵和余文胜律师 我们呼吁中共释放 因709镇压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人 确保他们的家人不受骚扰 并恢复他们被取收的律师执照 新唐人也在电视上瑞珍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赏,订阅 ,打赏,订阅 ,打赏,许防 打赏,订阅 ,打赏,订阅 ,打赏,训 ,打赏,订阅